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老神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健豪 今天你们很高兴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今天他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机会 什么机会你知道吗 站稳17000 尾盘最后一笔是不是杀下来 有没有 结果本来站稳17000 我记得好像是008 结果最后一笔出现对不对 1699多 这样你懂吗 所以代表说什么 17000是站不稳 好那既然站不稳 这个多头格局我跟你讲修正持续 我直接不跟你废话 我说多头格局修正持续 来看这里哦 今天开高你会认为开高走高 不是 今天开盘就几乎最高点了 我说他错过了最后一个机会 最佳机会 就是17000没站稳 收盘收多少16993对不对 代表说什么站不稳 等于说这个17000站不稳 你会发觉现阶段哦 现阶段所有人哦 是没有信心的状态 没有信心为什么 因为没有量啊 我问你你有信心吗 你对这个盘有信心吗 那如果没有信心 你手中应该是没有持股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问题在这里哦 我点醒这个问题哦 你注意听哦 我说你应该没有信心 应该手中没持股 可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你手中持股一大堆 但是你没信心 我跟你讲这个就严重 所以我我问你 如果阻力往上拉 你会不会出 没有到你成本不出啊 可是现在的人哦 股票套一成两成是市场有的事 甚至有人套三四成 还在套 你一样没信心 所以阻力就算拉 我跟你讲你也不会出 因为你的成本太高了 你成本太高了 所以他只有一个动作 你会把持股杀出去 就是往下杀 我跟你讲不排除 这是最狠的手法 可是这也是逼不得已的手法 因为是你逼的阻力这样做 这样你懂吗 所以我刚刚点醒这个问题 我说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样了解了吗 来你注意看哦 台积电 你又发觉今天台积电不弱啊 今天台积电不弱哦 可是为什么这个盘撑不了 为什么撑不上一万七 为什么我问你啊 为什么 联发科也不弱啊 联发科短期哦 有反弹机会 所以这一支我觉得不弱啊 但是你注意看联电哦 联电在干嘛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问题 我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满手持股 但是你没信心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怪说这个阻力 为什么往下杀 你为什么要这么狠 你不要怪他 他是为了你做决定的 因为你们都满手持股 没信心 所以涨上去你也不会出 我干脆往下杀 这样你懂吗 这样你懂这个盘的结构了吗 来看这里 我今天要宣导一个诈骗的问题 我今天要宣导一个诈骗的问题 好不好 我等下再来跟你讲 来先看这里 来左边最右边这个是 那个 Light 8 这是Light 8 好不好 你记清楚哦 我跟你讲Light 8 你要有小老鼠 这是小老鼠 然后451 vqtay 来如果没有小老鼠 然后让你扫进去的 一样是股市豪神的 你一样看到是股市豪神的 我跟你讲 那是诈骗 这样你懂吗 那个是诈骗 我再说一次哦 如果没有小老鼠 你扫进去 你只扫451 tqeay 对不对 vqtay 来你如果没有加小老鼠 但是有出现我的头像 那个就是诈骗 这样了解吗 再来你注意看哦 美股盘后 10年公债殖利率 飙升 推特大涨 超过7% 三大指数收黑 昨天其实 今天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 昨天其实如果你晚一点税的话 你会发觉美国股市原来是大跌的 它本来是大跌的 最后变小跌 废半翻红 废半翻红变成涨1.88% 差不多将近1.88% 等于说今天为什么盘会开高 因为这个利多影响 好不好 这个利多 但是今天错过了一个机会 占我1万7 所以我跟你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记清楚了吗 再来你注意看哦 台股盘中他说什么电子股跌升反弹 对他说对的跌升反弹 这里只是跌升反弹 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盘的结构就是反弹 反弹之后要怎么样 反弹之后要怎么样 这样了解吗 再来这个盘我跟你解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我刚刚已经其实我刚刚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盘的信心在于你没信心 这个盘最大的缺点就在你没信心 但是你却满收股票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了解吗 来你看我这一天 2月23号这一天 我跟你解 我说这里空方较强 这一天空方比较强 明天如果回档 我总是在前一天预告你风险 我总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前一天 预告你风险 来今天我再预告一次 我今天再预告你一次 我说明天有风险 你要不要避开他 我问你我昨天在减码持股 为什么我减码持股 我说过了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没有信心但是却满收股票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来你看 我前一天预告风险对不对 这一天跌460 再来还没结束 这个盘我说他不是V转 很多老师在这里跟你说V转 你们很喜欢V转 我反而觉得不要V转比较好 V转都涨大型股 但是这里大型股也不涨 你刚刚看联电就知道了 你看看联发科台积电你就知道了 大型股现在也不涨 因为你没信心 因为他们不想拉 我说真的 说白一点就是这样 说白一点就是这样 他们不想拉 因为你没信心 我拉也没用 我干脆用杀的 这样你懂吗 再来 我说他不是V转 而且这一天我再跟你预告风险 记得吗 隔天跌300多 再看一次哦 我这一天我说我把股票清光 隔天跌300多 那今天呢 今天我怎么做 我等下告诉你 来你注意看哦 这一天开始反弹 对不对 多头开始攻击 对不对 涨上去了 我再跟你预告风险 我这一天再跟你预告风险 记得吗 来一直涨 这个盘 再来涨到这里 我这一天跟你预告风险 记得吗 这一天 4月6号 就这一天啊 我说我这一天 我这一个这个节目是两点半录的 跟我三点 看到的筹码会不一样 所以我说你要我有我的light 但是你不要加错 你不要加到诈骗的那个哦 你不要加到诈骗那个去哦 来再看一次哦 4月6号的下午15点46分就这里 我说什么隔天 今天有一个关键点不能跌破 就是17,500 这个17,500 一旦破了 会出现多大多杀多的危险 的风险 拍摄他破了 他破了 结果这一天跌了300多点 我都要前一天跟你预告风险 我说这个才是你要的节目 不是其他老师每天整天跟你码过炮 今天跌下来才跟你说跌 涨上去了该说涨 那个没有用啦 你有本事在前一天事前预告 这个叫事前预告 这是4月6号 这一天4月7号 我4月6号我就提醒你风险 4月6号发4月7号就发生了 这个叫前一天预告风险 你懂吗 所以我说做一个分析师 什么叫分析师 你要分析未来还是分析过去 你分析过去不用看啊 分析过去你看主播就可以了 长得还比他帅 难道你要看他的节目 我说真的 如果你看的老师是马后炮的节目 我跟你讲你不用看了 你真的不用看你不用看啦 那没什么好看的啦 你看主播更漂亮 这样你懂吗 这个是4月6号 这是4月7号 风险被我预告中了 所以这里为什么会有风险 为什么会有风险 因为我预告的 来再来隔天反弹对不对 这一天隔天反弹 4月8号隔天反弹 4月8号那天反弹 我说什么我说买进去还没到 隔天又跌 这一天又跌 叫超过200点了 这天好像又跌200点了 200多 隔天再跌100多 我说风险 每次都被我说中 再来这个盘 反弹对不对 我说他是来真的吗 来 结果隔天遇到卖压 下来之后我说什么 我说我跟你说这里有风险 隔天跌跌 隔天跌跌 来你注意看 这是昨天 这是昨天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彻底格局不变 对不对 因为17000跌破 对不对 今天没有守住 他今天一样没有守住 所以你今天的涨你该高兴吗 我跟你讲你高兴不起来 这个盘完全没有人有信心 但是你却满手持股 我说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盘不排除 这样看得懂吗 不排除再一根 再一根有量 你全出去之后我才要拉 这个是阻力现阶段的想法 我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了 明天发生风险 你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 来我说你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这个盘 所以我说这只是反弹 多头修正未结束 这样懂吗 因为下面你看量就知道 没信心 我直接跟你讲这三个字没信心 但是你没信心却满手股票 这个是最危险的 这是最危险的 我大力提醒你 这是最危险的 来我说这个叫看见未来 我说你跟我的差别 你的老师 不要说你 你的老师跟我的差别 就是看见未来能力 你的老师只会马后炮 连风险来临都看不到 我这里 我从这里到这里 我跟你预告多少次风险了 我跟你预告多少次风险 有没有都被我说中 如果明天再一根 我跟你讲又被我说中了 你就要起来敬礼了 我说真的 来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持股绝对不超过五档 节目上说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这是我给你四大保证 你来跟我你才发现 原来我的我的操作 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我怎么操作的 你注意看 我怎么操作 我怎么带我会员操作的 我都不会带他们去追高 你放心 你看我这一天买的 隔天冲高我出一半 再来我隔天再进场再加码 隔天冲高再出一半 这一天我获利全出 这一天是哪一天 这一天你注意看 9点26分 5425有台半的给我全部出场 全部获利出场这一天 你看到是这一天 红K这一天对不对 3月30号 我跟你讲 3月30号是这一天 3月30号是这一天 黑K你们现在看到黑K这一天 但是我当下截图 拍谁他是长红K 所以我说这个才是分析师 该有对会员负责的态度 这个才是分析师 再看一次 这一天就是这一天 同一天 只是我截图当下是红K 因为我这一这一个当下我全出 所以我说做股票这样做 做股票这样做 不是带你去追高 很多老师在节目上那个盘中不看盘的 我昨天说过了很多老师 是盘中不看盘的 他们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问你啊 他们去哪里 你的老师去哪里了 去喝茶 还是喝咖啡 结果呢 我在盯盘 我这里全出 如果我没有盯盘 我的会员有了 有人够在这里出吗 如果我没盯盘 我能够截下这个长红K的图吗 我说这个是功利 这个要认真 这个要盯盘 你懂吗 你的老师去哪里了 当下你的老师去哪里去玩了 出去逛街 出去喝茶 聊天 我在干嘛 我在盯盘 我在带我的会员赚钱啊 你的老师去哪了 问你自己 你跟的老师 你可以跟他吗 我说真的 你跟他你安心吗 你安心吗 这一天 就这一天 就这一天 最高点这一天 拍谁这一天我出的 你们进场我出的 你们老师带你这一天进场 这一天 不然为什么这么大量 不然为什么量这么大 我问你啊 你们这一天进场台办的 我出场 我出在最高点 我在最高点卖给你 你们这一天全部受伤 抱到现在 你该怎么办啊 我说真的 你抱现在你该怎么办 老师我现在满收股票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说问你自己 问你的老师啊 问你老师去啊 你的老师也不知道了 他自己赔的比你还多了 我说真的 再来 注意看哦 我获利出场了 我说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我复制谁 我把出掉的资金 转到德维 转到德维 我怎么买的 我买盘下 你注意看哦 9点30分 这里 看这里 9点30分 我说这一档是VIP买的 特别会买的 3675德维 296 户局一成资金 这里 9点30分就在这里 有的家 你没看错 他盘下 盘下有哪个老师 敢带你买股票的 你们都等 等到那个涨一根上去了 才追不是吗 你的老师才带你追不是吗 哎 你自己不敢追 你跟了老师 他带你追 你很勇敢追进去了 你老师带你追 你就赶了 因为他给你信心 这一根我们追进去没有关系 结果呢 追在最高点 爱在最高点 你们老师这样做股票的哦 我怎么带我会员做的 你注意看啊 我买低点 我买在盘下 我买在平盘之下 9点30分 我说你有没有在盯盘 看这里就知道了 你的老师有在盯盘吗 他看到那个股市冲上去了 他才带你追啦 我跟你讲 几乎每个老师都这样啊 只有你看我不一样 只有我不一样 我买盘下 你的老师乘几何时带你买盘下 你的老师乘几何时带你在最高点卖掉 你刚刚看到台半我卖在那里 你看到德威我买这里 这其他人做得到吗 我说真的 来我买这里哦 296买 全部都成交的到 因为这里 之后还有295穿价 来296 全部买到对不对 隔天涨停 我说这个才叫看见未来 我知道他隔一天会涨停 我在前一天买 你的老师做得到吗 你问问你自己你的老师做得到吗 涨停对不对 还没结束 看清楚 看清楚哦 我说他是抗跌股 再来 我说我这里卖出 我打下来我再买回来 我高档卖出 我第一档再把它买回来 我说这个才叫操作 不然什么叫操作 你的老师盘中去哪了 我问你自己 我问你自己你的老师盘中去哪了 来你注意看哦 这一根 我说我没有避开啊 我没有避开我的股票跌 我不谈了 你放心 我说我跟你老师不一样 他节目上只讲他涨的股票 我节目上我敢说我跌的股票 你问问其他老师谁敢 他们只会讲他涨的股票 你会发觉说 哎老师我们手中跌的股票 你节目上都不讲 但是你跟我才发现说 哎老师 我们跌的股票 你真的会讲 所以我很安心跟着你 这个是我想听到的话 来你说 我说这个是对会员负责的态度 你注意看哦 继续涨对不对 来 这一天 拍谁 我说我冷痛杀出昨天 我冷痛杀出我的股票 这这档股票我没有赚也没有赔 第二次进场我没赚也没赔 没赚也没赔 来我说得为第二 我已经进场了 我说等你一起来 等你哦 等你一起来 他今天也跌哦 我跟你讲他昨天跟今天都跌哦 我说他拉回是最好的买点 等你一起来跟 这档股票 我等你 来我说资深不等于专业 真正专业什么 胜率 来我今天我要强调一个 我说什么叫诈骗 来我说什么叫主力筹码 你要认识主力筹码 筹码面 你要优先选择 第一个你要选择 研究筹码面 再来才是基本面 再来才是技术面 好不好 你研究方向错了 你颠倒了 你技术面摆第一啦 我跟你讲你就是摆第一就错了 因为技术面全部都是主力做出来的 这样了解吗 来我说诈骗什么叫诈骗 你注意看哦 这里我刚刚说的 我说LINE AT 里面 如果他没有小老鼠 你扫进去 你扫这里哦 你不是用扫的 他一样给你QR Code 然后上面有给你 451VQTAY 对不对 你扫你 你用这个加进去 你会发现跟我一样的头像 我跟你讲 那个是诈骗 那个是诈骗好不好 你不要在乎 你不要 不要进错别的地方了 不要进错了 来所以我跟你讲 一定要有小老鼠 小老鼠451 VQTAY好不好 VQTAY 来再来 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第一我带你进 一定带你出 持股不会超过五档 节目上说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好不好 这四大保证我给你 我再说一次 我说一定要有小老鼠 来你加入 这个加入这个Lite 好不好 我说你加入Lite 你才能最新收到明天的资讯 我明天的盘怎么解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说这个才是你加入Lite 最大的用处好不好 今天由于事件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请供参考投资人 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的词 我们下期再见